宇宙的奧秘無所不在 天王星和海王星竟然會下鑽石雨 科學家之前就推論 極端高壓和高溫 會在這兩顆冰具行星表面下 數以千計公里處 把碳和氫轉化為堅硬的鑽石 一般認為行星表面下 是熱而稠密的一體 鑽石在那裡形成後 緩慢成到上萬公里的深處 構成厚達數百公里以上的鑽石層 德國一間實驗室 為了重現這個過程 使用包裝食品和飲料的PET塑膠 用高功率光學雷射來照射 結果形成了肉眼看不見的奈米鑽石 研究刊登在期刊上 推論鑽石雨的現象 可能比先前以為的更普遍 因為冰具行星是太陽系外 最常見的行星形態 意味宇宙裡可能到處都有 鑽石雨的現象 而在大陸青海 昆仑山下的一個溫泉 泉水的顏色宛如藍寶石 落入人間相當療癒 該溫泉中年不動 湧出地面後 形成一條蜿蜿溪流 最後注入湖泊 而廣西南寧三江口 出現了罕見的鴛鴦江 江水一邊是黃色 一邊綠色相當壯觀 可能是受上游降雨的影響 左江邊大量的河床泥沙 右江則大部分已經沉澱 山東蓬來的天空 則出現絕美的朝霞 橘紅色的雲霞 鋪滿半邊天際 清晨一半沉浸 一半艷麗的奇景 記者綽號不到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